7月13日,国务院发言人表示,美国驻各国使馆和领事馆将逐渐恢复常规签证服务,并将与美国商务部协调以确保劳动力安全返回。 该发言人还补充说,国务院现在无法提供各使馆恢复签证服务的具体日期,具体消息需从各国使馆或领事馆了解。 到目前为止,没有使馆或领事馆宣布恢复签证服务的计划。 据悉,自3月18日起,美国暂停了全国大多数国家的所有常规签证服务,美国驻韩国、南非、德国、西班牙等十多个国家的使馆网站上宣布停止或大幅减少签证服务。